民进党华立宪立委候选人张美慧选举前最后三天 举行了决定新花莲全线大车扫的活动 以车队扫街方式来走遍花莲各乡镇 而第一天是由行政院长陈建仁陪同 在新城地区车队游行 呼吁乡亲民众票投2号总统立委双赢 行政院长陈建仁10号上午聊到花莲 与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竞选总部荣誉主委卢伯基主委赖沧海 还有先议员胡仁顺林哲诗 共同展开车队游行扫街拜票 张美慧表示选前最后三天 将以全线车队游行方式 向所有乡亲做最深切的肯托 选前的倒数三天最关键的时刻 在我们赖清德张美慧的联合竞选总部 我们采取决定新花莲的全线大车扫的活动 我们呼吁跟号召跟请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都能够一起站出来 那我们今天第一天的全线大车扫 也非常感谢行政院长陈建仁 陈院长专程来到花莲 来陪同美慧来扫街 那车队扫街 逐一的来跟乡亲来问好 跟请安跟致意 这一场的选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关键 要邀请所有的乡亲好朋友 给张美慧机会 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花莲 让我们一起来结束夫妻轮正 这样子的一个花莲的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形 我们要让花莲重新回归到正轨 我们让花莲可以更进步 我们可以让花莲更繁荣 就是这一场的悬战 张美慧决定新花莲全线大车扫 1月10号上午在星辰 下午在南区的复礼玉里 1月11号 由瑞瑞舔进中区的光复和凤林 晚间折士和抢救王毅川大兵 共同车扫吉安 1月12号在寿峰和花莲市 晚上的选战之夜 在吉安地区做最后车扫 详细路线都公布在张美慧的社群 张美慧呼吁花莲乡亲 票投2号让总统立委双赢 介络会华莲市报导 港飞